提醒Grandpa這騎車開車的時候 要是在路上看到這水袋戶橋 可萬萬不要碾過 像是日前在嘉義的烏鳳北路 發生火警 這打火兄弟就不水先灌注 還鋪設這水袋戶橋 電視部舍這汽機車直接碾過去 其實這樣的行為 可儲新台幣六百元到一千八百元發還 火災現場農煙不斷從民宅二樓竄出 打火弟兄架梯拼速度搶救 消防隊員全部武裝拉水線灌救 水線經過大馬路 擔心右路人壓到 特地套上水袋戶橋 讓汽機車通行 第一個 這兩名騎士看到有消防水線先停下來 接著往旁邊戶橋騎上去 但卻有人不遵守 不只機車一輛接著一輛 碾鍋水袋汽車也是 另不少人看了捏把冷汗 痛批搶壞通行 可能駭人駭井 沖水的狀態 它會產生有大概六十到八十公斤的一個壓力 我們的機車的輪子 跨過它的時候 會有造成跌落的一個摔傷的情形 為什麼會摔傷呢 因為它是一個堅毅的物體 輪子強行通過水袋 不只騎士容易打滑 也可能妨礙救災 我們的水袋接頭脫落 或者消防bump的一個損傷 這個都是會影響到我們的消防人員的一個救災的安慰 位於嘉義武鳳北路火災現場 被人質疾超過一半的汽機車 無視水袋護橋 亂向一螺框 用路人行為已經危害救災 強行免撥水袋 將被開罰六百到一千八百元的罰還 記者張俊榮 許雄文 接下來報導